王这条土狗 进了城啊 这你就找不着北了 您就放心吧 人家进城以后住的是别墅 没事 是吧 老黄 走 找妈妈去了 三婶 麻烦帮我把这个后厂门开开 好嘞 好嘞 谢谢 谢谢三婶 老黄 来 上来 让你做副驾 来 上来 上车 上来 上来 好 乖 走了 三婶 盛总 那个您可得把招地给我伺候好了 要不然找你算账 我哪敢不给他伺候 对了 三婶 麻烦您个事 要是冯主任找我呢 您就跟他说一声 下午我就回来 我还跟六子说了 回头中午给您送点鸭蛋 行啊 好嘞 老黄 进了城啊 可以听话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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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嘞 好嘞 好嘞 老黄 进了城以后 可别把自己看花眼了 颜色不错 我尝尝 怎么样 还行 还行 不错不错 再加点盐 这个时间也正好 行 我上超市买些乌鸡去 那您去吧 我看着就行 你行吗 行 那我去了 好 盐别放太多了 好 知道了 我看着就行 好 我看着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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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呀 你起真早了 哎呦 我说我怎么睡着懒觉了 原因是这儿没有鸡叫 我给你熬了保胎的汤 你啥时候学会熬的汤了 我不学会熬汤 我怎么照顾你跟二宝啊 休喝 我总算知道 啥叫母瓶子贵了 你看你多有福气 大宝呢 睡着了 来 尝尝 哇 香 味道如何 不会吧 熬汤这么难喝呀 有这么难喝吗 慢点 慢点 没事吧 真是的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吃饭想吐 还是做男人审心 没错 所以咱们呀得好好罚罚他们 等杨树来了 你得好好使唤使唤他 你是怎么折腾麦克的 我 反正在结了婚吧 男人就得当奴隶 咱们女人呢就做一个三好主子 三好主子 哪三好 管好 用好 表扬好 管好 用好 表扬好 这管好和表扬好 我懂 用好是啥意思 这个 这个你问文静吧 他跟我说的 我知道了 这文静 这叫我怎么帮他扒拉人呀 他就哪是嫁人 他这是嫁祸于人 我告诉你 那个 现在我就跟他学坏了 来来来 我帮你帮你 你别扁 有孕在身 我来吧 你还要喂大宝 手别弄脏了 到娘家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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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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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 这儿呢 来 过来 过来 下来 哎呦 真乖 老胖 老胖 没事 老胖 顺子来了 姐你慢点 小顺子 怎么那么早 我是想睡个懒觉的 家伙他想你啊 小黄 想我呢 让我看看你 手没手 挺好的 走 回家 手抗了 杨顺 你来了 哎 停停 这哪来的狗啊 这是老黄的肿 叫他老黄就行了 你在找狗来干什么呀 没事 不咬人 姐 你别让他过来 你让他走开 他是我跟顺子养的狗 跟其他狗不一样 顺子不在的时候 他还救过我一条命呢 不咬人吗 你咬他 他也不咬你 来 跟小姨打个招呼啊 别让他动 别让他动 瞧他他给吓的 你看看 你都上了小姨的黑名单了 不许请不小姨 听到没有 一定把老黄看住了 啊 停定怕狗 背后都给他吓出神经病来 我知道 嗯 那我走了 哎 不是 你去哪啊 我得买点建筑材料啊 鸭肠等着用呢 你晚上不过来了 哎呀 不就这一两天吗 你倒好 有了鸭肠 我就排第二了 谁说的 我那是坑好你的兵呢 那行吧 去照顾好我的兵吧 生气了 没有 亲一下 我不 那你还不 哎呀 嗯嗯 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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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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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生气了 哎哟 谁生气了 烦人 照顾好老黄 知道了 去吧 好 大包给你 啊 好 坐上小心点 好 老黄 拜拜 老黄 跟你爹说再见 老黄 带你参观 你的磨喽 肯定是躲起来 进来 漂亮吧 好窄啊 快走 走了 这可是五星机的 参观一下吧 怎么样怎么样 好了 你这小赖皮 我跟你说啊 这儿呢 就是你的窝了 以后呀 你就在这儿陪我 你怎么耍赖皮啊 你怎么就给我躺下了 赖皮鬼 我跟你说啊 这是城里 跟咱家家不一样 你可别见了人就躺好 听到没有 你要见人躺好 他们就会觉得你特别贱的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还有啊 你对你那个小姨 你得跟他客气点 他可没有那么野 你也真有福 是你爹该想的福 都被你给想了 好吧 你好好睡 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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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好睡 这样就舒服了吧 我陪你睡一会儿啊 我陪你睡一会儿啊 听 嗯 嘿嘿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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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底下来 什么事情那么开心啊 是不是同阿波谈公司那个事情 有好的结果啊 他挺喜欢我们的idea的 阿波还说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 给我们交了几个英国的i-bank OK That's good Michael啊 来来来 那边坐一下 Daddy有话跟你说 怎么了Daddy Michael啊 我想你应该回青岗一趟啊 你妈妈一个人在那 我怕忙不过来 甜甜跟娜娜 都需要人照顾啊 OK 那如果我青岗的话 Apple is a project Daddy你打算让谁来跟啊 还是你啊 我 我回青岗的话 这份的事肯定耽误 没戏啊 耽误也是耽误几天嘛 几天 Michael啊 你回国也有一年了 Daddy好像没问过你 对于将来有什么打算啊 将来 Daddy老了 需要你回来帮忙啊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都还没准备 我自己都还没准备 Michael啊 Daddy以前对你呢 要求的确是很严厉 但Daddy这么做 是希望能够磨练你 让你变得更坚强 其实Daddy对你 一级都很有信心的 当年爹地因为缺货 人躺在床上 这个时候 你母亲又离开我们 当时你还小 爹地是怕你 经不起这样的打击 不敢去面对困难 所以爹地就采取一种 比较客观的教育的方式 来教育你 爹地对你的确太严格了 所以爹地希望 给您圆满 爹地啊 这个我明白的 我现在都是人家爹地了 我想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的做法是一样的 那就好 爹地啊 如果我回香港的话 那妈咪那边怎么办 妈咪那边你不用担心 她既有安排啊 永远不要怀疑你妈咪的能力 那倒是 就是在我心里面了 不然比你厉害了 加油啊 喂 那钱 是我 黄浩有什么事吗 娜娜在你那儿 住的怎么样 挺好的 你放心吧 我们相处得很快 那就好 对了 我最近总是出差 没时间去看娜娜 麻烦你跟她说一声 好的 我会长告她的 等娜娜身体稳定了 我让她去看你 谢谢 那就这样 再见 好 再见 赵总 等娜娜身子养皮湿了 我和婷婷带着她 到处去站站吧 好啊 有你这个朋友 娜娜就不会觉得闷了 我和婷子养皮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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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 我们下来 我和婷子养皮湿了 我和婷子养皮湿了 你怎么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妈 我帮你 哎呀 你怎么才回来啊 妈 我得工作呀 娜娜 以后你慢点走啊 别乱跑 我这不是心疼的吗 杨大夫说的话你都忘了 记得 喝点甜汤 我来吧 你也补一补 好 哎 婷婷呢 楼上喂奶呢 杨盛回来了吗 把老黄放下又走了 这么忙 家长离不开人 娜娜 带我去见见老黄 嗯 我得先跟你说清楚 你见了老黄 可不能瞎教唤啊 我为什么要教唤啊 哎呀 我跟你说不清楚啊 总之呢 老黄是土狗 喜欢饭剑 你可千万别怕她 哎 我可不怕啊 哈哈哈哈 你看看 还是丁妈见过世面 不像婷婷 差点把顺子给绑了 走 带我见见 走吧 不过老黄挺懂事的 当然了 老黄 看我带谁来看你了 老黄 看看谁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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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了好 老黄 快 叫老了 老黄真漂亮 老黄救过我的命 你就任他做个外孙了 老黄 以后这就是你的新家了 我们家又添新成员了 快 握个手了 来 握个手 来 来 公的母的 那我不能告诉你 哈哈哈哈 不许看 不许看 我看就像一个公主 多漂亮哦 哈哈哈哈 看看姥姥多喜欢你 要孝敬姥姥啊 嘿嘿嘿 嘿嘿嘿嘿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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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去救你 没事 妈妈跑了 不哭 老公 进来 妈咪 志伟 你怎么回来了 也不告诉我一声 我好去接你啊 给你个惊喜嘛 你现在那么忙 我自己回来就可以了 回家了吗 没呢 我刚进过公司 先来看你的 妈咪 爹也和我说了 我这次回来 是跟你交接工作的 这么说 你愿意回去帮你爹地了 嗯 但只有决定 是对我的肯定 我好开心 我真为你高兴 喂 阿滴妈 怎么会这样呢 好 我马上就回去 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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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里都找遍了 没看见老黄 老黄 妈妈你别吵极啊 老黄 多一点 姐你慢点 你慢点 姐 老黄 姐你慢点 你更新 你别的 你不认识 那你很小 你不认识 有什么呀 我 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们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那这个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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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老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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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快老黄在这儿呢 老黄你吓死我了快快出来 快出来 来来来快出来吧 快出来 那个老黄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老黄你跟我回家吧 老黄你小姨说了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 来快出来吧 快出来 老黄我还来小宝宝我进不去 快出来来来来来 老黄好想让我再也得乱跑了啊 担心死我了 行了 小姨都给你道过亲了 咱们跟她交个朋友吧啊 握个手了 快点 好了好了好了 不耽误他 咱们回家了 快去了 娜娜 娜娜 不开不开我不开 婷婷呢 老黄找到了吗 找到了 不开不开我不开 娜娜 那里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来了 从哪蹦出来的 婷婷 志伟 你别碰我别碰我 我刚被老黄舔了个遍 我得洗洗手 老黄 过来 你就是老黄啊 你那么快 跟他话题过要了 喂 妮娜 怎么回事啊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睡着了 哪来的狗 哪来的狗 轩哥 快快 别让他过来 别让他过来 老黄 老黄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真的 快 你动这门 别让他碰我 再说我就上楼去了 你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我说错了吗 真是的 你真那么夸张老黄 我怕狗狗不犯犯 我说句公道话 要是没有婚婚 要是没有婚婚啊 婚婚啊 我们还找不到老黄呢 婚婚啊 可勇敢了 我听明白了 娜娜 你还得感谢婚婚呢 哎呀 谢我可不敢当 我姐要是不批评我 我就谢天谢地 婚婚啊 今天是我脾气不好 我怀在你外申的份上 饶了我吧 我敬你 那你看在 我找到老黄的份上 你也饶了我呗 行 那咱俩 扯平了 娜娜 你应该留杨顺多住几天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鸭厂才是他的主业 二宝呀 顶多只能算是他的副业 娜娜 你可不能这么惯着他 孩子可比鸭子重要啊 就是 对吗 顺子 鸭子 二宝 都一样重要 那我听明白了 好像这个老黄比杨顺懂事啊 起码是要要陪着你 那是因为老黄知道 跟着我能享福 那个姐 那老黄平时多长时间洗一次澡啊 老黄可要干净了 我打算以后一个月给他洗一次澡 一个月洗一次 那得有多少细菌啊 这狗跟人不一样 不能一肉的就洗 是的 狗的皮肤跟人的不一样了 狗的皮肤没有汗线 多洗都要皮肤不好的 就偶尔给他输出毛就好了 就是 你看还是卖的粉老黄 我的意思是说 姐你现在有宝宝了 应该注意讲究卫生啊 这也对啊 你也要注意液晨卫生 多输出毛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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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再说了大宝还小 抵抗能力还差着呢 尽量别让老黄结出孩子 哪那么严重啊 我哥让老黄他太爷爷满地盘 你看我不是挺健康的吗 好了好了好了 我去说说他 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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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老黄 过来 过来过来 乖 弟 弟 我问你 你今天是不是跑楼上去了 我跟你说 以后你不许再往楼上跑 楼上那个上头 不是你带的地方 以后你要再跑上去 我就打你 打你 还知道往外躲 婷婷 你放心吧 以后她绝对不会往上跑了 真的假的 能那么听话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都已经教训过她了 她知道好歹 是不是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老黄 开明 过来 开明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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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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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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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说了吧 不会听你的 哇 真的那么听话呀 我都知道你是最乖的啦 她真的好听话呀 好了好了 这么乖 上你块肉吃 好了 自己去吃吧 走吧 哇 真的好聪明呀 那必须的 我告诉你 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狗 老黄 绝对是跟我一样 上去哪里 下海桌边的狗 真厉害 长那团骨头 那还是我上给你吧 来来来来来来 姐姐 我给你盛点汤吧 来 不用了 知道了 怎么了 大宝 大宝 怎么了 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我哪不关心你了 那你还开我的玩笑 看你玩笑 刚才大家都在开我的玩笑 你还老站在老黄那一边 我又不是故意要找老黄别扭 我是看他对咱们的孩子有危险 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 你就不能 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嘛 你就为了这个吗 对 哎呀 老婆啊 你太紧张了 老黄不可怕 他怎么就不可怕了 我竟然看见他往大宝身上拱 他喜欢大宝的味道呗 你怎么跟娜娜一个口气啊 万一大宝不舒服了 踢老黄一脚 你敢保证老黄不咬他吗 不会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啊 我的朋友都那样子 哎 他们还让他们的狗啊 跟小孩一起睡呢 那美国是美国 中国是中国 你又不是没看见过那些狗咬人的新闻 老婆你怎么了今天啊 发那么大脾气 你才看出来 真够体贴人呢 好 好了好了好了 我粗心 我不好 好了 啊 那嘛 若你真的不放心的话 我没得跟娜娜说 让他在后院里面 给那个老黄装一个窝 真可以吧 嗯 好啦 其实呢 你不那么为难 反正我们 都回香港了 回香港 对啊 香港帮他了 你在清港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干嘛回香港 我想是可能这一年 我的工作表现 爹地肯定了 爹地还说啊 我过了十几期了 是时候该上场了 你要去多久 我们这一次不是去出差啊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就会定居香港了 去香港定居了 我们这一次 我跟妈咪交接完工作之后 我就带你 都在清港 我爸 杨阿姨 文静 娜娜 还有我的朋友 你现在突然来通知我 让我放弃二十多年的生活 跟你去香港 你觉得这对我公平吗 难道我对我以后的生活 就没有发言权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就留在清港 其实我们回香港 是早晚的事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有件事情我应该告诉你 融成地产会在一年到两年之内 撤出大陆 也就是说 我们在大陆的生意 快结束了 我去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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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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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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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妈咪啊 天天来过找你吗 没有啊 怎么了 她不见了 大白不见了 什么 到底出什么事了